有颜值有动力有操控有空间自己开着爽 同时加热也能做得很舒服的 在20万级别这样一台车 如果它不是不能挂绿牌的话 我相信它会成为很多人第一台车的首选 这就是2025款的猛丢运动版 我是佳佳的车辆 这期视频我们带来这台车的体验 不说其他这台车其实最吸引我的点 就是它的颜值 近5米的车长 近2米的车宽 1米6多点的车高 整个的车显得非常的低趴宽体 而且是这种跨界的轿跑造型 车头特别长 很典型的长头短尾造型 黑黄两次的撞色搭配 悬浮式的座舱设计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醒目 而且在细节处这台车的品质感也是拉满了 当我拿着钥匙靠近它的时候 流水的灯光效果 呈呼吸效果翻转的鳞片 像这台车好像从睡梦中苏醒了一样 车身覆盖件的细节在接缝的位置 整个的缝隙宽度保持了比较好的一致性 而且在接口的位置摸起来没有毛刺的感觉 包括我们看B柱的这条缝 C柱的这条缝 以及最复杂的后尾箱盖上的这条缝 是不是对的还是足够齐的 而且粗细宽窄基本保持了一致 它的弹出式隐藏门八手 是用这种整体式的 相比这种单边弹出呢的话 看起来要更结实一些 再听一下它关门的声音 它后门的开口角度呢 也接近90度 非常方便你上下车 只有一米六的车高 刷上行李价值就一米六 像我178的身高 进出后排会不会感觉到顶头呢 我们来感受一下 开口足够的高 所以要178的身高进出 也可以很方便 也不用低头弯腰 所有的人坐在第二排的时候 都会感叹一声 这台车的后排真的好大 我们实际测量 前排是我的合适坐车 后排的间距 可以达到40公分 座椅的横向宽度 可以达到接近54公分 垂直高度可以达到36公分 所以座椅是又宽又高 可以让我的大腿 获得充分的支撑 同时小腿可以很自然的下垂 像一般的电车 座椅的高度 基本上就在30公分 我们这个底盘没有大电池嘛 所以它的座椅 就可以坐得比较高一些 坐起来更舒服一些 所以蓝牌 其实有蓝牌的优势 鲜背式的尾箱 开口非常高 取拿东西很方便 而且它的容金达到了527周 我们也自己做过测试 装8个行李箱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美中不足的是 座椅翻倒后 是不能全屏的 我们最后买车 现在既要求大 又要求能全屏 当车床 虽然就我的经验来说 我换过好多台车了 但是从来还没有在车里睡过觉 但是这目前确实 我们国内消费者的一个主流缸区 所以这一点也算是个遗憾吧 后面箱的综身长度103 宽度105 开口高度76 不过最让我们吃鸡的是 它的空间最大 可拓展至纵深 接近230公分 虽然不能当车床 有点遗憾 但是整个空间 确实还是非常能装的 打开盖板 下方也铺了一层绒 这里做了橱隔 各种小林站 都有自己安放的位置 不像有些车 它是散着给你放的 同样是没有备胎 现在混动车 只要带了电池的 基本上都不给备胎了 在下方这块板子 表面还是给你做了一层喷漆 这个细节还是点赞的 这台车的底盘 是用在钢铝混合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 仰角是铝合金 另外前旋的下脚臂 也是铝合金的断葬 那么后旋的上支臂 也有铝合金 相比较一点铝都不用的底盘 它的诚意显然是用足的 其实一坐进这台车 我油然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台车的整个座舱 论科技感 豪华品质感 在20万级别 至少是在属于头部阵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科技感也不是说了 最后27寸的大连瓶 不管是合资车企 还是自主品牌 新实力 这样大尺寸的瓶都是比较少见的 里面内置的这种人机交互体验的 也非常的丰富 主要来说一下它的豪华品质感吧 必有意想提前档次 内饰的做工用量 基本上上半部分摸到都是软的 像在这个位置呢 这种软性包袱呢 上面还有一些木纹的纹理 触摸起来的手感非常的细腻 包括你看它的缝线 整体的接缝 这些黑色哑光的镀铬设计 包括在这些接缝的位置 包括这个换挡旋钮 这些发发病病的细节 不管是看起来还是摸起来 都保持了足够的质感 这台猛牛运动版搭载的是 福特的2.0T大马力运动 整个动力储备非常的充足 发动机有288匹 电机有190匹 合计综合输出有308匹 不管在任何的道路条件下 气候条件下 地理条件下 不受电量多少的制约 它的整个的坐货功率输出 是非常稳定的 零百加速5秒级 WTC的坐货油耗在6升 因为刚才怠速停了很长时间 现在总的里程是43.5公里 用时接近三个小时 我们现在表现的平均能耗是6.7 实际上像我们这样在城市里面 走走停停的话 差不多就在5升多 不到6升的样子 来我们静止曲步 加一脚来 现在经济模式走 好 现在我们换成运动模式 地板要走 在经济模式下 起步的瞬间 轮胎在地面是有滑移 损失了一部分扭矩 换到运动模式之后 它这个滑移就消失了 整个的动力来的会更加的紧致 响应会更加的快 我们现在时速60 来加脚油试一下 走 好 我敢这么说吧 308匹的一台V6燃油发动机 是给不到你这么爽的加速体验 在起步的时候 它没有电机的辅助 它响应没有那么快 但是如果是台纯电机的308匹马力 也给不到你这么爽的体验 因为电机在后端的扭矩 就只能慢慢下降 不可能再变大 那么这台车呢 它既有发动机 又有电机 两个综合一匹配 前段电机处理 中后段发动机处理 起步到加速的中后段 全程都能够保持 源源不断的扭矩放大 这种加速感受真的很爽 0到160 中间你不会感觉到有动力中断 也不会有换挡的感觉 因为它电粉没足夹 它没有换挡 所以这台车真的是在城市里面 日常开走走停停 是非常丝滑 丝毫没有顿挫 也是随时随地 能够给到你非常强的爽感 在动力方面 大家都知道 这台车也是采用的功率分流技术 那么它跟丰田的功率分流 有什么区别呢 除了它比丰田的整体的马力 只要更大之外 在结构上 它的P3电机 就是动力电机 是直接连减速器的 而丰田的P3电机 是要连到外齿圈上的 P电机 P3电机 以及发动机 三个动力源的话 它会始终是一个硬连接 任何一个动力源 都不可能单独输出 都被迫要将一个份的功率 分给那两个动力源 而这台车 它的190匹 P3电机在全力输出的时候 是直接输出到差速器轴上的 它就可以输出到更加的尽兴 同时呢 我们观察它的能量流会发现 在城市里面走走停停的话 只要你的电池里面有电 那么这时候 它的轮端 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会保持纯电驱动状态 所以开起来是 非常接近一台增车车 当然这时候的发动机 跟轮端是不解偶的 只是发动机呢 是不参与直驱 同时呢 发动机将一部分的功率 是输给电池的 所以在造音方面 这台车给我的整体感觉 就是它一半的时间像电车 另外一半的时间像燃油车 最后就来说一下 它的转向和底盘 即使我们把它调整到节能模式下 你会觉得转向的中间区 依然会有很鲜明的阻尼感 几乎没有虚位 转动起来呢 非常有韧性 现在时速40多 轻轻转动 你看它的车头 就会有很紧致的这种回馈 这样的设定让你即使单手这样轮方向盘 你也会觉得 整个的手感路感都非常的清晰 开起来的指向性非常的准 整个的转向盘的角度是比较小的 我目测的也就是大概在两圈多一点 更小的圈数让你的转向呢 更加灵活 现在来感受一下它的颠簸路啊 现在有路面的井盖接缝 我相信你在屏幕前也能感受到 它的底盘呢 整个的车身动态呈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垂向位移是很小的 如果是底盘软的车 这种纵向跳动的位移会比较大 你会觉得车身有明显的上下振动 但这台车没有 第二个 整个的响应非常快 就是地面的这种变化 这种感觉立刻就传给你了 它中间没有延迟 第三个特点就是衰减很快 你过去之后车身砰砰 跳两下 立刻就恢复常态了 综合这三个感受呢 就给你一种紧凑 敏捷的这样一种整体感 此外呢 在我们压过一些 比如说波浪路面 或者是路面有倾斜 让车身产生了侧倾 等等方分明明的情况 就给我的感觉是 这台车的车头和车尾的一致性 做的挺好 波浪路面 不会让你车头忽高忽低 跟车尾的这种动作不同步的情况 比较高的悬架刚度 带来的就是整个的路感是偏清晰的 但是就我个人来说 我比较喜欢 它这种比较偏刚 偏硬的这种底盘调校 开起来比较爽 基本上你开的爽 而且油耗还不高 而且后排足够大 让你的全家人做的舒舒服服服 最关键的是 它的颜值 我觉得在20万级 是属于相当相当能打的一个级别 当然美中不足的 就是它现在只能挂蓝牌 不能挂绿牌 不过它这么低的油耗 而且在行驶中 在接近一半的时间 可以保持轮端 用纯电来行驶这个特征 其实我觉得官方给它定位是很准确的 叫蓝牌新能源 虽然不是绿牌 但也是新能源 也能够给到你 接近于纯电的驾驶体验 和用车成本 同时呢 它也没有电池贬值和自然的风险 更宏话 目前终端 据说也有两三万的新金优惠 像这台高配短板 优惠完就是20万出头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 它还有三项版本的1.5T混动可以选 目前官方推出的舒牙版是17万9800起 算是终端优惠 差不多在15-6万 所以如果你的电车的安全性保值率 还心存余率的话 那么在15-20万这个预算区间 强烈建议你来感受一下 这一台猛丢的混动 特别是这台猛丢运动版 真的够帅 看着它我自己觉得 我一天的心情都变好了